而嘉义县莱吉村呢被土石流给冲毁了 有部分的房屋因为地基被冲垮了 整个就摇摇晃晃的掉挂在陡峭的山壁旁边 而断梁六天的村民呢 在昨天终于等到了第一波的空投物资了 结果这个画面让大家看了相当的鼻酸 有一位老太太呢身上还背着一个小baby 听到了救援直升的鸡的这个声音呢 赶着要去拿物资 一路上跌倒的再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 好几次还是爬着想要去拿物资 老夫人的身上用绿色的布缠着一个墙堡中的婴孩 就背在肩上 一听到空投螺旋桨的声音顾不得满地 明明站都站不稳也要去拿空投物资 铁了一遍又一遍 只为了抢下国君送下的一箱箱干粮泡面民生物资 国君这一趟顺道再回是多名老人和小孩 这名老先生透过窗户看自己的家园 眼角有不忍的泪水打转 而在另一头孩童刚刚拿到巧克力饼干 立刻捧着吃 纯真的大眼睛看不到饿水的无情 连空军军官都忍不住摸着他的头 心生爱怜 灾线来自村几乎全村被土石流冲毁 剩下的断圆残壁就挂在山壁旁边 国君空投物资之后还要挺进更深更高的部落 加紧就圆脚步 一刻也不能停止下来 中青王侯国人陆一贞 Anson G小组加一采访报道